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有一艘驱逐舰被称为二战最大灾星 但凡是被它护航的舰艇 不是遭受重伤就是沉默大洋 唯独它几乎毫发无损 每次都能平安归来 有人认为这艘驱逐舰带走了其他战舰的运气 间接害死了其他友军 但日本就是不信邪 还将其称之为帝国海军祥瑞舰 这艘舰就是日本的雪峰号驱逐舰 那么这艘雪峰号驱逐舰 是如何做到刻死有舰 自己却毫发无损的呢 1937年日本军部为了扩充海军实力 决定制造一款比过去更加强大的全新驱逐舰 于是便诞生了 号称日本海军舰队型驱逐舰的杰作 扬言级驱逐舰 而雪峰号就是其中的八号舰 1940年1月20日 雪峰号经过一系列测试后 正式服役 加入了第16驱逐舰任其舰 随即开始了疯狂 可死有军的传奇生涯 1940年12月 雪峰号首次参战 负责掩护吕宋岛的日军登陆 在这次首传中 雪峰号遭到美军战斗机的扫射 油舱以及鱼雷发射管被击中 幸运的是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伤亡 随后雪峰号被安排在菲律宾的 明兰劳岛接受修理 不料就在修理时 一队美军B17轰炸机突然来袭 于是雪峰号舰长立刻下令离开港口 神奇的是雪峰号刚离开 一枚武器就落在了刚刚停泊的位置 然而和雪峰号后挨着的 妙高号重巡洋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不仅惨遭解体 三艘潜炮塔被严重损毁 还有35名海军士兵被命丧此地 妙高号的倒霉经历是雪峰号客队友的开始 虽然看似这巧合的事情 但随着后面一系列的诡异发生 雪峰号的幸运逐渐让人沉默结舌 1942年6月 雪峰号参加中途岛海战 负责护卫和防空作战 然而这一次雪峰号还没来得及到达战场 日军的主力舰队就因为被美军破译了密码 陷入美军的埋伏 结果中途岛一战 日军赤城 加鹤 苍龙 飞龙 四艘航母被美军悉数击沉 248架飞机被击落 3000多人战亡 而直到战斗结束后 雪峰号终于赶到 却为时已晚 只得在打捞了一些日军落水穿檐后 无功而返 这一战日军海军元气大伤 参战的各类舰艇 受损程度轻重不一 而雪峰号却全身而退 连块漆皮都没掉 更要命的是 在同年10月的南太平洋海战中 雪峰号先是负责护航 翔赫号航母 结果美军却仿佛商量好了一班 集中攻击翔赫号 结果战斗刚开始没多久 翔赫号就因为受损严重 被迫撤出战斗 于是雪峰号又被安排给日军的另一艘航母 瑞赫号护航 而瑞赫号在被雪峰号护航后 也受到了美军的重点照顾 最后虽然逃过美军空袭 但还是因舰载机与飞行员的损失过半 失去战斗力 中途到海战 日军一共派出了四艘航母参战 这唯独两艘由雪峰号护航的航母损失最大 雪峰号实在是太幸运了 在接下来的战斗更是坐实了雪峰号的这一点 1942年11月 第三次索罗门海战爆发 雪峰号同样参与其中 这次雪峰号的任务是为日本海军舰队的主力 金刚级战略舰比瑞号提供护航 然而在此战中 比瑞号因为开着探照灯 遭到美军围殴 在被重创失去战斗力 最终因无法修复自沉大海 此战日军再次遭到重大打击 除了雪峰号 各类舰艇均有损伤 就连雪峰号的辽舰天津峰也严重受损 而诡异的是雪峰号却只受了点轻伤 而这份轻伤还是因为被有军误射导致的 全舰上下仅有一人阵亡 然而这还是雪峰号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损失 比起其他舰艇 动则成千上百的伤亡来说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一连串的神奇事件让日本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从此雪峰号被誉为海上的不死鸟 幸运之名广为人知 而日本海军官方也承认 它是帝国海军的祥瑞舰 不过就在雪峰号大明远波的同时 日本军中也出现了相反的说法 有人认为 这雪峰号会吸走友军的运气 所以和他一起的舰艇都会很倒霉 雪峰号是灾星的说法一出 立刻广为流传 而在接下来1943年7月的 科隆班加拉岛海战 更是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 在这次海战中 雪峰号搭载的雷达警告装置 率先发现了美军舰队 随后 旗舰神通号率领舰队开战 却因为过于显眼 被美军席中打击受损严重 不得不撤到后方 雪峰号见此情况 于是接替旗舰带领余下的舰队 两次发起鱼雷攻击 重创了美军青巡洋舰三艘 击沉驱逐舰一艘 但中阴局势不力 被迫撤退 美军舰艇随即紧迫 在追赶过程中 美军舰队对雪峰号发射了三颗鱼雷 其中一枚定身四米的鱼雷 本应该直接命中雪峰号 却没想到因为雪峰号水太浅 只有3.8米 因此鱼雷和雪峰号见底 只是擦肩而过 但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神奇 虽然鱼雷没有击中雪峰号 却阴差阳错地击中了雪峰号后方 正因受损瘫痪的神通号 并直接将其击沉了 而雪峰号的灾心之名 再次得到印证 并广为流传开来 同时 人们也将这样类似的现象 称之为雪峰的诅咒 特别是到了1944年 雪峰号所属的日本海军 第16驱逐舰队的其他驱逐舰 已经要么沉没 要么重创待休 只剩下雪峰号 依旧完好无损 没多久后 第16驱逐队宣告解散 雪峰号被调往第17驱逐队 同年6月9日 第17驱逐队古峰号 在与雪峰号同行时 遭美军潜艇击沉 雪峰号只好再度干起了 打捞友军的老本航 1944年6月19日 雪峰号又参加了历史上 最大的航空母舰 决战马里亚纳海战 这一次 他又给日本海军 带来了天大的厄运 按照原定计划 雪峰号这一次负责护航任务 然而 在开战前不久 他却因不慎触礁 螺旋桨受损 无法参与反潜巡逻 而那些本应由他护航的 三艘日军航母 却无一例外 全部被击沉 其余六艘航母 也都或多或少地挂了彩 只有雪峰号 再次毫发无伤地 出现在战场 继续营救落水人员 头年10月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海战 莱特湾海战爆发 日军再次惨败 海军被彻底打垮 三艘战略舰 四艘航母 十艘巡洋舰 以及十一艘驱逐舰 全部沉没 伤亡将近万人 反观雪峰号这一次战役中 不仅安然无恙 还帮助神风特攻队 击沉了一艘美国航母 10月21日 雪峰号在与辽舰 普峰号 护送战略舰金刚号 回国途中 遭遇美国潜艇 海誓号偷袭 金刚号和普峰号 双双与命 雪峰号则继续 轻车实陆地 打捞落水士兵 安全回国 此时 雪峰号灾星的名声 已经彻底传开 但日本军方还是不信邪 又派雪峰号去护航 当时日本最大的航空母舰 信农号 结果信农号 从首航到沉没 仅仅用了17个小时 创造了有史以来 最短命的航母记录 到了1945年4月 日本海军集结所有力量 发动孤注一致的 举水作战 雪峰号被编入联合舰队 为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战略舰大河号护航 可惜这座被日本军方 视为精神图腾的 终极大杀器 还是没有扛住 雪峰号的祝福 最终在被美军 300多架飞机的 轮番轰炸中 彻底解体 葬身大海 此意 日本联合舰队 几乎全军覆没 只有包括雪峰号在内的 四艘驱逐舰行存 同时 雪峰号遭遇了参战以来的 两次重伤 在作战中 一颗美军武器命中雪峰号 而这却是一颗哑弹 取水作战后 雪峰号又经历了数十次 大规模空袭 却仅被击中一次 而且又是哑弹 特别是一次空袭中 雪峰号为了躲避炸弹 不慎撞上自家扑射的水雷 然而水雷引信竟然失灵了 于是雪峰号安全通过 而当雪峰号后面的初双号 以同样的规避动作 撞上水雷时 这次水雷没有失灵 直接让其解体 值得一提的是 与雪峰号情况类似的 还有一艘名叫石雨号的驱逐舰 二者被称为 五港雪峰 左侍宝石雨 成为日本两大祥瑞舰之一 日军甚至有人 以这两艘船开设赌局 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两艘船威力竟然不相上下 因为在二战末期 美国在广岛和长崎 投下两颗原子弹 而五港就在广岛 左侍宝则在长崎 这两艘驱逐舰好像冥冥之中 又导致了日本两个城市遭遇原子弹 可以说这样的巧合 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1945年9月 日本宣布投降 二战结束开战前 日本共有82艘各型驱逐舰 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时 只剩下三艘幸存 雪峰号就是其中之一 且是保存最好的一艘 1947年 美国将雪峰号转送给蒋介石 并更名为丹阳号 直到1971年12月8日解体 不得不说 雪峰号是二战史上最神奇的船舰 它航行了20万公里 参加了太平洋战场大部分重要战役 却几乎没有受到过严重损伤 而跟它一起出击的军舰 却没有几艘能安全回来 雪峰号的灾星之名 果然是名不虚传 日本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 珍珠港 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 日本袭击珍珠港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一次典型的海上突然袭击 它最大限度地达到了战略上的突然性 从而对美军太平洋舰队 造成了重创 从日本本地到达美国太平洋舰队的 所在之地珍珠港 长达3500海里 相当于6500公里 那么日本是如何做到长距离奔袭 而不被发现的呢 美军对于日本偷袭的机会 又真的没有发现吗 按照日本海军传统的军事战略 日本的对美战略也概括为 战争一开始 日本用全部海军力量去攻击美国的远东军事基地菲律宾 迫使美国海军前来救援 在途中 日本利用其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攻击美国舰队 使之实力削弱到大体和日本舰队实力相匹敌 或弱于日本时 日本在寻找战机在日本近海与之决战 以达到全些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目的 这种以意大牢近海决战的传统军事战略 在日本的少数军事领导人看来 是被动的 消极的 不但难以取胜 而且还会陷入持久战和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以至最后不得不投降 特别是由于新式武器的发展所带来的战争样式的变化 也许不会出现像日本所期待的那种舰队决战的情况 再加上日本的国力和美国相比 相差全输 因此日本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 就必须在开战之初就抓住战机 积极作战先发指人 对守军在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突然袭击 消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在战争一开始就使敌人处于首饰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根据这一设想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等人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 于1941年初提出了袭击美国珍珠港的初步设想 1941年1月7日 山本向内阁海军大臣及川谷智郎上乘了关于战略的意见书 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了袭击珍珠港的设想 在其第四部分中 山本详细地阐述了开战初期所应采取的作战方针和计划 主张用第一第二舰空战队的全部兵力 趁越夜或黎明的光亮 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突然袭击 力求全间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 之后日本海军指挥部针对这一方案做了进一步可行性的研究 并着手撰写了具体的作战方案 以及在实际作战中可能出现的情况 到4月中旬 袭击珍珠港的方案进一步具体化 但是袭击珍珠港作战还有一系列难点难以克服 首先是一支庞大的航母编队 横渡半个太平洋而不被发现是相当困难的 而珍珠港作战的成败的关键在于不暴露作战意图 因此如果暴露 那么进攻就不是突然袭击 而是强攻 不但难以取得巨大成果 而且还可能造成巨大损失 其次 袭击珍珠港是远距离攻击作战 途中舰队的补给 气候状况等问题 都是相当困难和难以确定的 第三 即使有幸接近了珍珠港 也很难确定美国的主力舰队一定会停泊在港内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 珍珠港水域浅 深水鱼雷难以奏效 而潜水鱼雷的研制尚未成功 飞机的水平轰炸命中率低等 再加上南方作战 需要大量的水上航空兵支援等 因此 军令部拒绝采纳攻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在黑岛等人的强烈要求下 军令部决定在9月中旬 举行联合舰队图上作战演习 到时再对这一计划进行详细研究和重点审查 之后 本周式的路尔岛进行了模拟训练 到1941年夏末 解决了袭击珍珠港的所有技术难题和作战问题 为此行动的顺利进行 日本海军高层对文案昼夜研究并修改 10月12日 日本海军高官在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上 再次进行了珍珠港作战特别图上演习 使袭击珍珠港的方案进一步系统化 但是军令部的许多海军将领们 仍对袭击珍珠港的成功持怀疑态度 经过激烈的争论 10月20日 大本营海军部最终决定采纳袭击珍珠港作战方案 并向联合舰队下达了秘密之事 于12月3日上奏天皇 袭击珍珠港想要取得成功 关键在于情报 因此早在1941年3月 日本军令部就派出了情报部第八科的海军少尉 集川猛夫到珍珠港搜集情报 集川分别就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训练情况 各舰之停泊位置 夏威夷周围美国飞机的巡逻情况 以及美国舰队的活动情况 等进行了全面侦查 同时利用日本克伦到美国西海岸 撤离日本侨民的机会 对日本袭击珍珠港航母编队的预定航线 进行了侦查 对航线上的气候情况和阳面情况 以及能否在阳面上补给燃料 和遇到他国商船的可能性 等进行了全面调查 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情报 无异有助于达成首次突击的突然性 为了达到首次突击的突然性 日本在进攻时间的选择上也是经过严密策划的 为了便于实施突然袭击 进攻时间最好选在某个有月光的下半夜 或第二天浮晓 而这天还必须是美国舰队的大部分舰支 都停泊在珍珠港内的某个休息日 这样12月8日正好是英利的19日 有夏贤月 夏威夷时间是星期日 美国军队的休息日在做好了上述准备工作以后 9月1日 日本海军省下令全面实行战事编制 10月初完成战备集结工作 之后集击珍珠港的航空战队集中到卢尔岛 进行针对性极强的强化训练 11月8日 山本命令攻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进入单贯湾待命 11月26日踏上了突袭珍珠港的征途 但日本突袭珍珠港单靠一个前期缜密的部署还远远不够 日本想要取得珍珠港的最终胜利 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个必备的难题 那就是他们如何骗过美国的侦查以及情报 那么日本为此又做了什么呢 日本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 特别重视其行为的政治伪装和战略欺骗 其核心是保证对敌实施首次突击的突然性 为了保障进攻的突然性 日本政府和军部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包括政治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手段 千方百计的隐藏其战略企图 1941年3月开始的日美外交谈判 成功地掩盖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准备工作 1941年6月24日 日本陆海军部通过了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 明确提出了帝国被自存自卫 不惜对英美一战 确立了对美战争态势 并在7月2日的预前会议上得到通过 在这之后 日本便在一轮轮的日美外交谈判掩盖下 抓紧实施袭击珍珠港的准备工作 8月16日 日本本军部召开陆海军部局长会议 明确提出以10月下旬为限 战争准备和外交交涉同步进行 到10月中旬 外交交涉仍不能取得进展时 就动用武力 但对外日本依此维持保持和平的形象 日本海军将领野村吉三郎 在递交给罗斯福的声明中 故意大谈和平问题 作为太平洋地区持久和平的理想 日本政府欢迎与美国政府 对有关政策和行动基础交换意见 为了保持和平 日本政府准备做出共同努力 用和平方法解决整个太平洋的严重形势 意图维护自己亚太地区和平主义者的消息 然而又在本国积极地筹备军务 迎接战争的到来 10月18日 东条英旗阻隔 日本加快了战争的步伐 31日 日本召开部长会议 决定立即丢掉同美国谈判的念头 12月初发动战争 今后同美国谈判是伪装外交 之后日本又通过了帝国国策实行要点草案 规定把发动武装进攻之时 问定于12月初 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 强调进行作战准备和外交谈判 齐头并进 同时 为了迷惑美国政府 11月4日 日本政府派遣前驻德大使 莱奇韦特使前往华盛顿 协助野村继续进行日美谈判 以转移美国对日本准备袭击珍珠港的注意 第二天 日本预前会议最后决定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日期 日本海军军令部下达了大海令第一号 预备12月上旬对美、英、河开战 并命令联合舰队做好战斗准备 12月8日 山本发布联合舰队机密作战命令第一号 命令攻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进入战时待命 同时还千方百计给美国领导人制造一种假象 似乎日本政府深切关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 11月底 日本政府在发给驻华盛顿大使的电报中指示 不希望你造成谈判似乎要中断的印象 你只声称在等待指示 12月1日再次给驻美大使发电报说 为了避免美方过度怀疑 我们已指示通过报刊和其他渠道宣布 即使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大分歧 但是谈判仍在进行着 随着美日战争的来临 日本的欺骗工作也进入高潮 12月1日凌晨 日本海军为了干扰美国无线电谍报工作 并掩盖珍珠港作战的企图 再次更换了一个月前刚刚更换过的舰队无线电通讯呼号 这一措施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 它是美国无从知晓日本联合舰队的具体位置 就在当天 金美尔将军向美军情报参谋莱顿嘲笑 了解日本第一、二航空战队的所在位置时 回答说不知道 估计在日本本土水域内 实际上就在当天下午 日本的航母编队已约过东京180度国际日期变更舰 向西半球驶去 有趣的一点是 日本航母编队在太平洋北部历时12昼夜的航行中 没有碰到过一艘上船 这样日本舰队就能隐蔽展开 隐蔽到达夏威夷群岛 为了达成隐蔽展开 日军还采取 只参战的舰只严格遵守无线电精魔 并使停留在日本海的海军部队 和琉球群岛的岸基航空兵进行假无线电通信 其目的就是使敌人确信 航空母舰编队没有离开日本水域 12月2日下午 日本的一艘豪华游船龙田玩号 作为第二次撤退日本侨民的民船 从横滨起航 开往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 这艘原定于11月中旬起航的撤侨船 延迟达半个月之久 并且对这艘游船的起航情况 日本报纸做了大肆渲染 其目的就是使美国对日本的战争企图 做出错误的判断 5日 日本又组织了3000多名海军学校的见习生 换上大日本帝国海军的服装 到兜兴参观游览 并且安排参观报社活动 12月7日朝日新闻等报纸 以3000海军勇士来设参观为题 做了专题报道 其目的是要欺骗敌人 首先要欺骗自己人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为了掩盖袭击珍珠港的战略意图 依造了苏联武装进攻日本的威胁 好像这一威胁 迫使日本不得不准备 同他的西部邻国进行战争 为此 1941年7月13日 日本进行了一次被称为 官特演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动员 一时间运波船只穿流不息地来往于 黄海与对马海峡之间 到9月份 关东军的总兵力已达到70万左右 飞机600余驾 比动员之前的兵力扩充了将近一倍 日本的这一行动 使美国相信日本将首先对苏联发动战争 1941年10月16日 日本禁卫首相辞职 由东条英机接任时 美国海军参谋长斯塔克将军 对亚洲舰队司令和太平洋舰队司令说 日本和苏联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战争危机 同时日本为了增加欺骗效果 使美国丧失对珍珠港的警惕性 1941年7月下旬 日本还策划了对印度支那南部的入侵 一方面是日本获得了进攻东南亚的前哨基地 另一方面把美国的注意力引向东南亚 放松了对珍珠港的警惕 这一行动完全受到了预期效果 就在南云中一的机动部队从丹冠湾向珍珠港进发的11月26日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在写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的信中 斯塔克坚定地认为 日本向泰国、法蜀印度支那和缅甸三个方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最大 这样华盛顿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南方 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南方的机动部队已朝着夏威夷方向东进而来 面对日本的大军压境 此时珍珠港上的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官兵又在干什么呢 他们又为何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呢 美军就真的没有发现日本舰队吗 二战后 美国由于受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 思想上战略上缺乏战争准备 直到1940年法国战败后 美国在物理、人力以及心理上 对战争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正是这样 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精神是避免战争 1940年9月 美国确定了对日政策的新方針 就是尽量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 力图通过谈判 迫使日本做出某些让步 维持一战后的远东格局 1940年11月 当英国袭击了地中海的意大利塔兰托基地后 美国保卫珍珠港的海军负责人西洛克 就已经指出了珍珠港在防御方面存在的一些弱点 并建议迅速改善珍珠港的防御状况 陆军部长石挺生也曾下令 为了保卫瓦湖岛免遭突然袭击 因火速提供更多的拦截机、高车炮和雷达设备 由于美国思想上的麻痹 所以命令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12月 石挺生又向金美尔建议 应当在港内建列周围布置防御雷网 这一建议遭到了反对 理由是他将使舰道变战 限制舰船出入 1941年1月27日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向美国政府报告了 日本人正在计划 一旦与美国决裂 便出动全部力量 大举突袭珍珠港的传闻 也没有引起美国当局的重视 更没有对珍珠港采取更多的防范 与此同时 美英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制定了一项ABC-I参谋协议 具体规定美国的战略和义务 是大西洋与欧洲 而不是太平洋 即所谓的先欧后亚战略 根据这一战略 美国陆海军联席会议 通过了美国陆海军联合作战基本计划 规定美国的基本战略 是在大西洋采取强大攻势 和在太平洋采取守势 在太平洋 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 是保护盟国的海上交通线 保卫中途岛和关岛等太平洋上的要地 陆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菲律宾 没有强调保卫夏威夷 1941年下 当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日趋成熟的时候 夏威夷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 弗雷德里克马丁少将 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最后截区 日本舰队以六艘舰母同时进攻瓦湖岛 每艘来自不同的方向 据此他向美国陆军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请求派出更多的飞机扩大巡逻 严防日本舰队的入侵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研究报告 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 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发人深省的预测 美国军政当局仍然认为 夏威夷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 1941年5月 陆军部长在写给总统的报告认为 有了足够的空防 敌人的航空母舰 护卫舰和运输舰 在距离夏威夷750英里的地方 就会遭到空袭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 对瓦湖岛的大规模袭袭是不切合实际的 由此可以看出 美国军政当局过分相信自己的军事情报和战略逻辑 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菲律宾方面 企图把菲律宾 变成阻止日本南下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障碍 当日本天皇和帝国统帅部 最后批准了三本五十六制定的 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时 11月5日 美国魔术破译了东京外务城 发给野村大使的殿包 外务大臣通知野村做出最后努力进行谈判 如果失败 太平洋的局势将处于动荡的边缘 此时的罗斯福还劝告赫尔 要紧绷每一根神经 安满足和保持 同日本谈判代表的友好关系 不要让谈判恶化或破裂 让我们别做加速危机的事情 希望尽量拖延谈判 11月15日 魔术结收了东京至日本 驻檀香山领事喜多的一封电报 电报命令他每周两次报告 港口舰船情况 这也没有引起美国军政当局的高度忠视 11月27日 美军参谋长马切尔和作战部长官斯塔克 联合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如果目前的谈判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日本可能进攻 颠缅公路 泰国 马来亚 核属东印度 菲律宾 俄国沿海省份 在美国看来 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这就是说 美国早已意识到了同日本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但是美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 需要推迟时间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有种种迹象表明 日本在袭击珍珠港前 美国军事当局 却已掌握了日本有可能实施突然袭击的情报 其中有些情报已经直接泄露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意图 然而 这些情报被认为没有特别重要的价位 而倍数之高格 当战争爆发时 美国军队甚至还没有转入较高等级的战斗状态 美国陆海军当局连想也没有想 日本真的有袭击珍珠港的胆量 结果使美国舰队遭到极大的损伤 击沉及重创美军八艘战裂舰 三艘巡洋舰 三艘驱逐舰 摧毁188架战机 造成2402人死亡和1282人受伤 这次军事攻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日本这次先战后宣的行动 美国公众舆论愤怒不已 全国自孤立主义转为支持参战 另外 由于参战前罗斯福总统亲同盟国 欲加入世界大战的态度 出现知道日军即将攻击珍珠港 却不加以警告的阴谋论 其至今仍充满争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